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11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5月10日凌晨 美国政府开始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 仅仅数小时后 川普总统就又出大招 下令开启对中国另外3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的程序 如此一来 川普的惩罚关税措施将涵盖几乎所有中国售美商品 相关程序定于5月13日启动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周五发表声明说 美国正准备对尚未加征关税的余下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这是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争端的进一步升级 莱特希泽在声明中说 今天早些时候 在总统的指示下 美国将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从10%上调至25% 总统还命令我们开启对基本上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关税的程序 价值约为3000亿美元 莱特希泽表示 5月13日将会启动相关程序 并在贸易代表署网站公告详情 他还说 贸易代表办公室必须先征询公众意见才能继续实施新的关税 如果川普对余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等于几乎全部中国数美产品都被加征了关税 川普在推特上表示 他一点不急于达成协议 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带来前所未有的收入 可用来向伟大的美国农民收购农产品和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但中美双方忍无成果 对此 知情人士透露 川普以下最后通牒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达成贸易协议 否则就等着所有消费货品全被加征关税 知情人士还指出 美方官员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会谈时 清楚表达了美国体现 告知北京当局有3到4周时间来达成协议 否则将要对剩余3251美元还未受关税打击的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 消息人士说 美方的威胁主要是中方在这两天会谈期间 未能做出实质让步 而树民了解美中这轮谈判的人士指出 美中在9日晚的工作晚宴与10日的谈判里毫无进展 第11轮中美贸易谈判后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已回到了北京 刘鹤对中共官媒表示 中美关系十分重要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和推进器 不仅涉及两国关系 也涉及世界和平与繁荣 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但合作是有原则的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 中方绝不让步 刘鹤表示 中方强烈反对美方加征关税的做法 这不利于中国 不利于美国 也不利于整个世界 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刘鹤强调 目前双方在很多方面达成了重要共识 但中方三个核心关切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一是关税是不是要取消正在讨论之中 中方认为 关税是双方贸易争端的起点 如果要达成协议 那么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这不只是经济问题 而且涉及到更多的问题 二是关于采购的问题 两国元首在阿根廷共识 在阿根廷界面形成共识 当时形成一个对数字的初步的认同 那么数字究竟是多少 现在双方有不同看法 中方认为这是个很严肃的事 不能轻易改变 三是文本的平衡性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尊严 所以文本必须平衡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现在在做一些工作 总体上来说 大家双方相向而行 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 还有一些需要讨论的地方 柳鹤说 去年以来双方谈判出现几次反复 发生了一些曲折 这都是正常的 在双方谈判仍在进行的过程中 所以指责倒退是不负责任的 刘鹤还称 在总的方向上 我们并不是向后看 而是向前看 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 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我们会理性对待 但是中国不怕 中华民族不怕 刘鹤最后还表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 共同努力 任何困难都不怕 一定能保持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中国权贵藏复海外 已不是什么新闻 港媒早前披露一份 中共特权阶层 10万2700多亿元人民币 资产藏复于海外的分布表 根据香港证明杂志 2017年4月的报道 根据国务院研究室 国家发改委 人民银行研究室 国资委 社会科学院等多份调研报告 以及收集汇总了 银监会 海关税务部门等数据 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 得出中国合共有 15000余亿美元资产流失海外 藏在西方多国 以1美元兑6.85元人民币计 约有10万2700多亿元 人民币资产流失在境外 这相当于2016年GDP的13% 藏复于西方的主要资产 包括所在国物业 住宅 商杀 公司企业 债券 账户资金等 资金主要来源和渠道则包括 一 党政国家高中级官员 家属 亲属经商资金长期积累 二 国企 民企 中外合资企业 高管及家属 利用特权承包工程等资金 三 中国特权阶层 通过地下钱庄渠道 将钱套户到境外 四 驻外中资机构 地方政府 驻外办事窗口高层 及下设公司敛财 五 借公干 外派驻境外条件 开设公司敛财 六 借移民留学 把资金资财流向海外 报道披露一份中国特权阶层 十万两千七百多亿元 人民币资产藏付于境外的分布表 美国五千两百亿 加拿大两千亿 英国一千八百亿 法国一千三百亿 澳大利亚一千两百亿 西班牙八百二十亿 意大利六百亿 德国五百五十亿 荷兰三百亿 瑞士三百六十亿 另据维基解密网站爆料 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 大约有五千个账户 三分之二是中央级官员 不及以上和中央委员几乎人人有份 这份名单来自法国 瑞士银行一名法国雇员 私自带走了客户信息 遭瑞士当局通缉 动机据称是出于良知 希望向法国税务单位 检举偷税大户 研判可能是法国当局策反 中国人的姓名拼音并不难识别 虽然中共实施非常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 但阻止不了资金外流 从目前趋势看 资金转移海外是潮流 中共管天管地 特别是管人的思想 可就是管不了钱 因为钱都控制在中共特权阶层手中 2002年之后 在香港工作过的中共中联办 港澳办 国台办 统战部局级官员 甚至副局级官员 大多有瑞士银行账户 他们的收入与权利有限 金钱可能来自海外利益关系的汇款 香港开放杂志也曾披露 国际结算银行2002年12月 发现一笔20多亿美金的 巨额中国外流资金无人认领 之后 原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总裁 刘金宝在狱中爆料称 这笔钱是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前夕 为自己准备后路而转移出去的 中共权贵阶层在海外的巨额隐秘 离岸资产近年被曝光更具体的名单 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2016年初公布的 巴拿马文件披露 至少9名现任和前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亲属 以及还有一批省部级高官卷入事件 中国数字时代创办人间总编辑肖强指出 中共权贵阶层在海外的巨额隐秘离岸资产 被曝光给中国普通民众 对中国未来和执政党的信心构成巨大的冲击 这种冲击是非常深远的 涉及对中共的统治和对这个体制的信心 朝鲜在短短5天内两度试射导弹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担心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谈判 是否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但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 在接受新闻网站Politico采访时说 朝鲜最近的两次导弹试射并非背信弃义 违反对美国的承诺 川普说那些是短程导弹 我完全不认为这样做是背弃了信任 你知道在某个时候 我可能会认为朝鲜违反承诺 但现在没有 川普曾经多次表示 他与金正恩有很好的关系 他周五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虽然有可能最终会对金正恩失去信心 我现在还完全没有 与川普的反应不同 日本官房副长官野上浩太郎 在11日下午在记者发布会上指出 日报政府已经对朝鲜提出了强烈抗议 野上浩太郎说 发射如此的弹道导弹 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 是极其遗憾的 野上指出已通过北京的大使馆的途径 对朝鲜提出了强烈抗议 并将与美国等相关国家紧密合作 要求朝鲜完全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五角大楼表示 鉴于伊朗发动袭击的威胁增加 美国将加强对中东的军事部署 五角大楼5月10日周五宣布 将在中东地区部署阿林顿号两栖船物运输舰与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在马蒂斯离职后代理美国国防部长的沙纳汉已经批准了该部署 此前华盛顿已经向该地区派遣了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 和配置着B-52远程轰炸机的飞行中队 美国方面表示 增加军事部署的原因是伊朗可能向美军发动攻击 但没有公开关于来自伊朗威胁的相关信息 五角大楼周五的一份声明称 无一与伊朗发生冲突 但华盛顿已经做好准备保护自己的利益 华盛顿与德黑兰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争端不断升级 伊朗方面拒绝了川普政府方面的会谈提议 美国则提醒其商业舰队要小心可能来自伊朗方面的攻击 并向中东部署了爱国者导弹 伊朗办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 一位代表称 不会与美国人进行谈判 我们国家认为美国不可靠 IRGC的政治事务副主席贾瓦尼说 他表示美国不敢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2018年年中 美国和土耳其两国 以美国籍牧师安德鲁布伦森事件而矛盾计划 美国总统川普说必须放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表演出 我就不放的天下第一气概 结果川普宣布对土耳其钢铁加征45%的关税 导致土耳其里拉在8月上旬暴跌 到了10月12日 土耳其法院宣布释放牧师布伦森 埃尔多安宣布认怂 有网友评论分析说 哪壶不开川普就提哪壶 从去年开始 川普就开始和各国或地区开打贸易战 核心就是对准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 欧亚国家基本都是对美货物贸易的顺差国 也就是每年都要向美国进行商品净输出 挣美元 用这些美元维护自己的国际收支平衡 和央行外汇资产负债表的平衡 一旦美国开打贸易战 就意味着压缩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商品净输出和美元收入 即便有些国家不考虑就业的压力 也会破坏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如果最终导致汇率暴跌通胀膨胀 对任何国家任何领导人都不是闹着玩的 这种后果就是自己不断加印钞票后的最危险的结局 埃尔多安就是最典型的教材 虽然有些国家和地区需要更长时间的贸易战 才会达到土耳其类似的效果 但逻辑顺序是一样的 只是程度和时间的差别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